小明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很贫穷的家庭中 但是他的父母都非常的疼爱他 因为他是家里的独生子 所以他的父母一直不断的勤奋努力 就想让他过上好日子 而小明他也很懂事 每次在学校考试都是全年级第一 因此也得到了老师们的重视 而他的父母每天起得比鸡早 睡得比狗晚 他的爸爸一大早就起床去给别人打扫卫生 他的妈妈去给别人家当保姆 我们都知道保姆这个工作非常的不好做 因为当一个农村人到城里人家 为别人打扫卫生的时候 他们经常会挑你的理 甚至有的时候还会对你大吵 为了能挣到钱 小明的母亲不管自己每天生活的多累 一想到自己的儿子还在读书 他就从不会在乎自己的感受 虽然日子过得很贫穷 但是他们一家人却很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终于老天不负有心人 小明在高考的时候通过自己不断地努力 终于考上了一所名牌大学 当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他母亲时 他的父母简直是乐开了花 在小明上大一的时候 他的父母每天还是重复着同样的工作 虽然老两口年纪很大 但是他们总是会把最好的东西留给儿子 因为他们觉得只要老两口还有一口气在 就一定要多为儿子努力奋斗 小明也非常的懂事 在上学期间也很聪明 有一次他的老师看到他这种情况时 就给他找了一个家教工作 于是小明每天在自己空闲的时间里 就会去到别人家为别的小朋友补习功课 一个月也能挣一两千块钱 能够减轻父母的重担 在大学毕业的时候 小明找到了一份好的工作 但他再也没有回到家里 因为那个时候小明处在叛逆期 他就打电话和他的父母说 他从今以后都不想再回到那个家庭 他现在住在同学家里 当时他的父母都愣住了 他们以为自己的儿子在外面闯了祸 而不敢回到家 于是第二天就四处打听到他同学的住处 当当打开门看到自己的儿子时 立马上前问道 为什么你毕业了还不回家 于是他的儿子就立马变了脸色 怒气的对他父母说 我之所以不回家是因为家里条件太差 而是我这么多年在学校中 很多同学都瞧不起我 有的同学和我一样年纪 他们却已经有了女朋友 而我现在身边连一个女性朋友都没有 更别说是女朋友了 他们都因为嫌弃我家里条件差 所以都不愿意接近我 你放心 你们老两口这么多年 在我身上所花的每一分钱 我将来一定会加倍地还给你们 现在请你们离开这里 并且从今以后都不要来找我了 我会每个月不定时地给你们打钱回去 当他父亲听到儿子这样说的时候 整个人气得差点晕过去 他就对儿子说道 你这个不孝子 我和你妈妈每天辛苦努力 就想让你过上好日子 可是你却不知道资恩图报 我就当没有你这个儿子 从今以后我们就断绝关系 死都不要再来往 就在这时 他朋友突然听到这件事情时 就把小明赶出了他们家 并且告诉他 我不喜欢和一个不懂得报 答父母养育资恩的人做朋友 从今天起 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同学情意已经断了 从今以后 不要说你认识我 我就当没有你这个朋友 常言道 阿不嫌母丑 狗不嫌家贫 如果一个人不懂得资恩图报 那么他就是一个社会人渣 就会让更多人瞧不起他 我说你这个人不懂得资恩图报 我说你这个人不懂得资恩图报 我说你这个人不懂得资恩图报